你功夫为什么不能成偏 障碍 所以古代的教某某 真正干的应该什么态度 随便过日 别去计较 吃的穿的 一切用随便的 什么都好 一定要计较 那就是很大的障碍 你的亏就吃大了 世尊在世 我们要感谢他的恩德 他做个最好的样子 你看他每天出去起始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他的财产三亿一波 什么也没有 那什么人供养他都不要 借古都长者 其托太子 供养他的别墅画园 不要 在那里讲个几年金 还给他 现在人家是释迦牟尼佛 他要实用权 不要所有权 所有权 是你们自己 我在这里用几年 你看他多自在 要学他那种行为 那种心态 我们念佛 过过往生 一个都不了我 念佛人不能往生 那就从前台中 李老师讲的 我跟他老人家生年 他常常说 他是举台中联社做例子 每个人天天都精进的念佛了 真正往生呢 一万人当中 大概只有三五个 为什么从前 善道大四处 这个法门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了 现在在这个时代 为什么一万个人 念佛人 只有三五个往生 这到底在哪里 不是法门有问题 不是佛菩萨是错的 不是 是我们自己 没有把欲望放弃 财色明是睡 地狱五条根 有一条 你的麻烦就大了 五条都具足 念佛也不能往生 这个道理 你不能不懂 你不能不 时时刻刻提高进去 一切境运 什么都好 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就对了 现在这个时代 竞争的时代 学佛的人 与人无所争 与世无所求 我们求的 只是西方教徒 我们向往的是 亲近迷陀 这就对了 明镜与传的顶部 请能不得 订阅 我们请不吝点赞